而且这边6800U的功耗调节也终于弄好了 可以看到这边给的是38瓦 我们可以把它限制到15瓦 可以看到这边功率马上就下去了 然后我们再把CPU调高的话 在这边功率又上来了 可以看到是能调节的 这个是CPU内屏是可以关的 然后这是CPU的超线程也是可以关的 可以看到关了以后就少了核心 我们这边打开 又多出来了 这都是可以正常调节了 可以看到这边显示我的CPU是6800U 然后包括屏幕调节也是可以用了 全局FSR是可以打开的 这里是ON 然后把它关闭的话也是可以关的 然后包括帧率限制 我们这边比如说限制到30帧 它就已经是30帧了 然后也可以拉过来 包括屏幕刷新率也是可以关的 我们可以把它调到40 它要过一会儿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就是40了 最高这里就是40了 然后也可以把它调回来的 所以这边6800U很多问题都已经搞定了 在SteamOS上使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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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时候 接着